1923年山東的河澤 一個嬰兒在一個貧困的家庭出生 媽媽沒多久就過世 寶寶連媽媽的奶水都沒喝過 她說她是吃百家奶長大的 因為她是由她哥哥保住她 逐家逐家逐戶 找一些寶寶的女人 餵一頓奶一頓奶大 掌陣就是深淵這個苦難的年代 貧困飢餓戰禍連綿 在兵方馬亂的時代 能夠生存下來已經是最大的幸運 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 她如何成為香港的注數機大王 助勇過億身家的工業家 又為何在她的公司日漸拓展的時候 全數捐出自己擁有的八成股權 設立慈善基金呢 我們一起去看看她的故事吧 掌陣形容自己小時候 過著朝不飽直不暖的生活 生活貧寒 十歲的時候她已經跟著在內地的時候 你知道內地的時候都比較動蕩 生活是很艱難 她已經跟著人四周圍去參軍 參加青年軍 她一生來講 真的沒有好日子過 她也試過她飢餓到我都暈了 少年時代參加國民黨軍隊 打過抗日戰爭 也參與國共內戰 1949年展傳來到香港 我到了香港 1949年到了香港 一個赤手空拳 抓著兩個冤打頭 到了香港 這是救命線 到了香港之後 得到東華三院的接待 慈善機構的接濟 像蔣鎮那樣的大批難民 總算在條頸領 找到容身之所 當時的香港社會 正從戰亂慢慢平復過來 經濟進入重整期 仍然未開始踏上起飛之路 蔣鎮安頓之後 開始為生活而打拼 碼頭工人 沙廠的雜工 礦工 種種的苦力工都做過 1956年 蔣鎮在香港的第一個轉捏點出現了 一個鄰居的小幫忙 蔣鎮說銘記一生 我到了香港 沒有親戚 沒有朋友 沒有同學 沒有任何社會關係 我住的一個鄰居 一個陸先生 他幫了我 他認為 是你呢 是個外方人 你今天做著 明天做哪 你也很難做的 我不如介紹 你到飛機場做事工好了 做了四年 學到這個今天 為今天的整性 奠立了一個機械基礎 如果不是陸先生介紹我 到了飛機場的話 我相信我沒有今天 在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工作 蔣鎮由對機械工程一竅不通 都逐步掌握機械維修 為自己創業提供了條件 這裡是鑽石山的大堪村 木屋 鐵皮屋 寮屋 上世紀五十年代 大批的難民勇志 當時政府容許他們 搭建遼屋居住 簡陋的住宅 辦館 食市 形成了獨特的社區 引育出一個又一個香港故事 同一代內地移民的集體回憶 蔣鎮也在這裡開始踏上了工業家之路的第一步 1958年 他投入了當時全副身家200港元 和朋友合資開設了鎮紅機器廠 記憶是廠離開住的地方近 廠和家是差不多一體 那時廠只有幾個工人 吃飯 午飯 午餐 午餐 他們是回家吃的 總之 那時爸爸整天差不多 好像24小時都是床 因為近 所以他有什麼事 他又回一回來 有什麼事 他又回一回來 我最記得 爸爸多忙多辛苦 他都回來 和我們吃晚餐 和我們吃晚餐 然後吃晚餐 又檢查我們的功課 然後他回家 晚上又再回來 晚上幾個小時回家 我們不知道 那時我們都睡了 當時只是小小年紀的蔣麗雲 記憶中在大瀚村的日子 爸爸總是事事親力親為 工廠經營得很艱難 鎮紅初初成立之際 整個香港的經濟大環境不佳 有限的資金 加上朋友退股 只是剩下掌陣 艱難經營 困難到一個地步 日常生活都受到影響 我記得那時買菜 好像我媽媽也很緊 以前來說 因為有工人 由公司的同事過來吃飯 總是有兩個菜 或是三個菜 但最緊的時候 我記得是只剩下兩個菜 而晚上我們只剩下一個菜 我相信那時是比較困難 經歷過飢餓、戰亂的洗禮 掌陣似乎有一股超越常人的耐力 度過了訂單不足的日子 還有一點一滴的積累之金 我們也有時走過去看 去間廠看 他不是很讓我們入工廠 因為工廠 因為我們是做機械 車床有很多機床 有很多鐵線、鐵感性 比較危險 但很多時候我們都站在門口看著 廠是黑的 很多時候見到爸爸 我最記得是爸爸的手 經常都是油污 黑黑黑的 經常很髒的 他洗手的時候要洗很久 才能夠洗掉油污 他也是用那些很髒的 碎布擦手 那些好像線那些 威士 漆黑的廠房 油污的雙手 背後不單是創業的紅心 也是對機械發明的壯志 在塑膠開始大行其道的60年代 蔣鎮在應付訂單的同時 埋頭研究注塑機 我個人是不是可以經商呢 不可以 因為我個人是扣裝 不會講話也不會推銷 自能賣套工作 對這個機器 絕對是我的專長 我對了一大堆人 對我就是非常大的難題 所以說如機器這一行 也是對了我的個性 這部注塑機 現在看來一點都不特別 不過正正是這部機器的誕生 蔣鎮的事業邁上了新的境界 1966年鎮紅工廠發明了 全球首部10盎司螺絲直射注塑機 當年獲得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的 最新產品榮譽獎 不單在香港打開了銷路 還行銷到東南亞 努力的種子終於開始結果實 蔣鎮曾經在接受訪問時說過 誰堅持下去 誰就能勝利 只要肯幹 做什麼事都會成功 人家做8小時 我做16小時 萬能有不成功的道理嗎 唯有香港 這是公平的一個社會 你只要看付出 你就會有收入 只要你能付出多一點 你就會得到更多 因此正能在這幾十年的發展 可以說四十幾年的發展 一天一天壯大 一天一天壯大 那麽為了我 我的心願 也為了公爺服務 民附國家的動職 所以把我的錢都捐出 成為江市公爺資產基金 就是以公爺回饋中國 使得我們中國更加富強 他認為留給我們一些無形資產 是重要過一些有形資產 而且他亦都相信 他已經給了足夠的教育我們 也都是基本上一些生活上的東西 他亦都協助過我們 其他的話 他覺得他應該是協助整個社會上有需要的人 下一節我們會繼續看 掌陣捐出資產 他在香港發展了超過半世紀的工業 上世紀六十年代 家家戶戶穿膠花 在製水的日子 街頭街尾 人人都拿著個膠水桶 排隊輪水車 曾經是一代香港人的記憶 掌陣說選擇做塑膠業 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心態都是人做我又做 不過從小時候開始就吃慣苦的掌陣 同時是做大量生產塑膠製成品的工廠不同 他還潛心研究 生產塑膠催器機和雙色催器機 例如這個紅白雙色的塑膠球 將兩種不同顏色和種類的塑膠物料 通過一部駐塑機便能夠啤出來 這種技術當時就只有 鎮紅生產的注塑機能夠做得到 從此鎮紅之名 在全球生產注塑機的市場 都可以佔有一席位 除了勤力 他時常掛在口邊的 還有一個成字 他亦經常跟我們說 他說他口才不聰明 他說他不是太聰明 他說他讀書不多 但是有一件事他就是勤力 而且他是成 他成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何時答應別人的事 然後你去承諾 你答應的事 去做了這件事的話 別人會願意再回來 去委託你去做另一件事情 他作為做生意的話 他也會真正擁有一批 長期支持他的客人 而事實上他做生意這麼多年 他確實對他有很多客人 對他不離不棄 很多年都是 一直回來買他的產品 所以我們覺得 這也是他的成功指導之一 踏入七十年代 生意開始越做越好 終於有了自治的廠房 到了八十年代 更加在大埔工業村 建立了大型現代化工廠 之後還陸續在內地 台灣等地 建立工業園 成為世界主要的 駐塑機生產商 他說自己的成就 還在於香港 給了像他那樣的移民一個機會 一個人成功 第一個有一個大的環境 唯有香港 這是公平的一個社會 你只要看付出 你就會有收入 只要你能付出多一點 你就會得到更多 事業正正日上 生活開始改善了 沒有變的是 對家人的關心 他辛苦之餘 我還記得中子爸爸 是非常顧家 還有他經常回來 就是跟進我們的功課 我們對這方面 他是很嚴格的 他對子女很重視 無論多忙都好 星期六 星期日 他都抽時間 陪子女去玩 我們記得 譬如經常去的 譬如去青水灣 我們青水灣游泳 去大澳門放風箏 軍師很開心 整個山頭跑來跑去 一片綠地 外面最望到的就是海 是很開心 還有一點不變的 是健撲的生活習慣 我爸爸他個人 他經常覺得 救我就可以了 所以他坐車 他真的很老實說 他簡直不相信 有時覺得 車行有時被人試過 二手車 然後買出來 差不多八折或九折就買到 他經常說 一輛車價錢 要幾十萬 你就省回十萬八萬 所以他現在坐的那一輛 都是那個 汽車公司 當時我們做過二手 即是做過接待 還是做過甚麼 後來九折買出來 踏實的性格 亦都可以體現在 在蔣鎮 對事業發展的看法 80年代 香港經濟開始起飛 當不少人投入地產、金融 賺大錢的時候 蔣鎮仍然堅持 專注在機械工業上 我覺得他有他的堅持 我覺得這個堅持是對的 也有一個道理在後面 因為他認為 第一 他的專長是在這個工業 他覺得他應該儘量 將自己的專長大工業 第二 就是他認為 就算他有多餘的資金 他覺得 他不喜歡 短期性的一種行為 例如炒樓 或者炒股票 他是完全不喜歡接觸的 對工業的熱誠 並沒有因為蔣鎮的成就 和歲月的勢序而改變 八十多歲的高齡 仍然每天上工廠 還和員工一起運動 畢生的精力放在工業上 這個也和蔣鎮成長的環境 和經歷有關 生於貧困 長於戰亂 他深深感到 民富國強的重要 而工業強國的信念 一直紮在他心裡 在歐洲 看到所有的公眾地方 標示 有六種文字標示 日本 地方這麼小 認口只有1億多 認口 但是日文有的 但是中國地方這麼大 中國有十幾億認口 沒有中文 什麼道理 我們中國人呢 不夠富裕 所以人不夠富裕 不到我這裡投資 沒有人出國旅遊 所以他就不標準中國文字了 但是現在呢 據說 主張就有中國文字了 我們希望 將來 我們到歐洲 到美洲 到任何地方 都看到我們的中文 標榜在全世界的中文標榜 那麼我相信這一天 好快就來到了 為了圓這個工業夢 蔣鎮又作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 蔣鎮在這幾十年的發展 可以說四十幾年的發展 一天一天壯大 一天一天壯大 那麼為了我 我的心願 也為了這個 這個公業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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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把我的錢都捐出來 成為蔣氏公業蜂蜂蜂蜂蜂蜂 就是以公業回饋中國 使我們中國更加富強 那麼每一個人民 都會入我們領導所長 過到一個富裕的生活 他跟我們說 我們幾個大的 那時候小的那些 還在外面讀書還未回來 跟我們幾個大的 談了他一個這樣的想法 我們覺得 我們應該支持他 應該支持他 特別是他講到 就是他認為 留給我們一些無形資產 是重要過一些有形資產 而且他也都相信 他已經給了足夠的教育我們 也是基本上一些生活上的東西 他也都協助過我們 其他的話他覺得 他應該是協助整個社會上有需要的人 1990年 蔣鎮在家人的支持下 決定將自己名下的鎮紅股權全數捐出 成立蔣鎮工業慈善基金 當時市值8億港元 基金的目的是在華人社會中 進一步推動工業化 包括鼓勵工業機械和製造業發展和改良 只是受過四年正規教育的蔣鎮 更加相信培訓人才是首要的工作 在內地和香港 已經有三萬多個工業技術人員 受惠於基金 幾十年的光景 一個窮小子 蛻變成為注塑機大王 蔣鎮的故事 是獅子山下一代內地移民奮鬥的經典 他所經營的機械廠 也是香港工業發展的縮影 幾十年的罪友 雖然是渡過來了 雖然有很多艱苦的地方 但是也有製造我們回味的地方 那麼我也深深感覺到了 香港這個地方是非常的好的 香港這個地方是最自由的地區 香港這個地方 香港一般的同行們 沒有一個有拍外星的這種窮像 他盡量的幫你 處處來幫你 給你設想的 我認為在這個地方 不管人與地 那麼我們都值得感謝 愛是很久忍耐 有有恩慈 愛是不嫉妒 愛是不自誇 不張華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意圖 不求自己的意圖 不欺的法路 不計算別人的愛 不喜歡不愚痴 喜歡著你 凡是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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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要忍耐 凡是忍耐 凡是忍耐 本土廣州、深圳和香港的廣深高速公路 由實業家胡應湘策劃建成 除了為香港物流運輸寫下新旅程 亦為廣東省經貿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胡應湘更早在上世紀80年代 已倡議興建一條 將香港和珠江三角洲緊密聯繫的跨海大橋 想了解胡應湘之力爭取興建港珠澳大橋的經過 請留意下一集《香港白人》